大家好,我是北美彪,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奶香鱼桶面包 首先我们先处理一下买来的鱼桶 鱼桶首先去皮 好,蒸一个鱼桶,去好皮之后大约是有800克左右 然后切成小块 像这样的小块,蒸熟 我们要和一个面 340克面粉,200克温水,一个鸡蛋,3克发酵粉 1克盐,5克糖 一样温开水,3克发酵粉,5克糖 放入 这样搅拌一下 放在一边,静置5分钟 好,上面已经有一些气泡产生了 这时加入面粉 半茶匙 盐 牛鸡蛋 和好的面团 加盖,醒发,30分钟 这是蒸好的 芋头 放到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放到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120克糖 30克 黄油 我是大概用了一半的鸡头的量 现在做出了有700克 好,现在我们开始 好,这就是醒发好的面团 好,这就是醒发好的面团 我开始做出了1个儿子 还要是在墨炉 3个儿子 4cm 1个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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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个儿子 2个儿子 1个儿子 1个儿子 稍微擀一下 这样 或者 这里 这样一个 放入烤盘 放入烤盘 刷一些蛋液 像这样 再加 保鲜膜 再醒发15分钟 放入烤箱325度 20分钟 好 我们的奶香芋头 面包 就烤好了 现在切开看一下 非常松软 这样一个奶香芋头 面包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